人生的褶皱永远没办法完全舒展,但每一个瞬息都让我们更靠近问题的答案。 人生活在每一个瞬间,洗澡后的一杯牛奶,香喷喷的白米饭,雨天一起躲雨的房间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关于生和死的亲情治愈电影《河畔虚渝》。 性格孤僻的山田独自一人来到北路小镇,在一家水产工业厂找到一份制作咸鱼匠的工作。 工作内容就是清理鱿鱼的内脏,他很聪明,很快就上手了,干得又好又快,但厂长却让他慢慢适应,因为这份工作干久了就会感到枯燥。 大多数人都忍受不了工作的无聊,很快就辞职不干了,但能坚持下来的人不久后都会加薪。 其实山田对加薪这种事情并不感兴趣,他只希望有一份安稳的工作,能支撑自己过平淡的生活就可以了。 下班后,他在厂长的推荐下,来到河畔的虚渝公寓,虽然环境不是很好,但干净卫生,最重要的是房租便宜。 大多数人像山田这样的人都能承担得起。 来到公寓门口,房东阿南正在打扫卫生,听说山田是厂长介绍来的,便把他带到了空着的房间。 房子干净整洁,南北通透,打开南边的门就能看到后边的风景。 阿南告诉山田,这房子盖了已经有五十年了,很多人都在这里住过,不过这房子里没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,所以山田可以放心地住。 经过几天的奔波和上了一天班的劳累,此刻坐在浴缸里的山田觉得满足,而泡完澡后喝一杯冰牛奶是他觉得最幸福的事情。 他刚把牛奶一饮而尽,门就被敲响了。 他穿上衣服把门打开,一个油腻的大叔出现在眼前,大叔名叫岛田就住在他的隔壁,因为家里的热水器坏了,三天没洗澡,想要借他的浴室泡个澡。 山田不喜欢和陌生人相处,更忌讳陌生人用自己的浴缸泡澡。 他建议岛田去澡堂,岛田不是没想过,可澡堂太贵了,一次就要花掉一天的饭钱。 他实在是舍不得,说着岛田就要进屋,山田直接将他推了出去,翻锁了门。 此日,工作累了一天,山田想去超市买个面包充饥,可看看兜里仅剩的几个钢蹦又转身离开。 他拖着疲惫走回了家,收到一封信,看过后有些崩溃。 父亲突然离世,而他作为父亲唯一的亲人,必须要赶回去为父亲收尸。 崩溃过后,他很生气,他和父亲之间没什么感情,自打他出生以来没有见过几次面,不明白到最后为什么会让自己为那个人收尸。 他没有立刻赶回去,而是躺在门口背着久久惩罚表,思考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回去。 岛田突然出现,叫了他很多次都没有反应,直到看到他眼球动了一下,才放下心来。 他不想被打扰,将身子背了过去。 岛田转身离开,不一会儿又回来了,给他拿来了一些冰镇的黄瓜和西红柿。 又饿又困的他吃了一口黄瓜,才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。 转眼间,他在水产工业厂已经干了一周,厂长给他发工资时都觉得不可思议,因为没有几个年轻人能在这个岗位上坐这么久,通常都是干一两天就辞职了。 他拿着工资去了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菜回来,平常看着很普通的蒸米饭,此刻觉得简直是美味。 什么菜都没有,也能吃上一大碗。 岛田又给他送了新鲜的蔬菜,但希望他能借浴缸洗个澡。 说着就静止朝着浴室走了过去,他想要拦,却没能拦得住。 又一次下班回家时,山田在河边听到一阵琴声,他翻过河岸,在旧物堆里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吹琴。 他在里边看中了一台旧风机,跟男孩说了一声便拿回了家。 风扇到来得很及时,但在酷暑时期似乎没什么作用,他依然热得睡不着。 岛田看到了他的风扇很不理解, 既然有钱买风扇,为什么不买个空调呢? 说着将他拉了起来,拉到自己的菜园子里帮忙采摘。 岛田种了很大一片地,茄子,黄瓜,番茄,辣椒,什么都有。 很多都已经成熟,他吃不完都摘来分给邻居。 他的工作收入也不高,勉强够花。 所以就想着能自己自足省点开销,这样也能让邻居们吃到新鲜的蔬菜。 他把这种生活叫做极简主义。 顾名思义,放下金钱地位过简单生活。 山田觉得他把自己说得太好听,其实就是废柴。 他有理有据地反驳,废柴是没有思想的,而他有。 他无法适应这个社会,但看看这些漂亮的蔬菜,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叹,活着真好。 两人正聊着岛田的好友小妍也来了。 小妍不喜欢说话,总是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。 但很勤奋,经常在空闲时间来帮岛田整理菜园。 后来山田才知道,小妍是附近寺庙的和尚,虽然不爱说话,但诵经很厉害。 把位侍者诵经当作收入来源,但现在请和尚诵经的葬礼越来越少,小妍的生活也变得很困难。 山田想到了什么,问岛田请和尚诵经的价格。 岛田不理解他为什么问这个,山田便将父亲离世的事情说了出来。 那边的福利院联系他,说父亲的尸体已经火化,希望他有时间可以去将骨灰领走。 他四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,对于他来说,父亲就是个陌生人。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,就一直拖着。 如果去领的话就要办葬礼,买墓地,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 岛田却觉得这都不是理由。 无论父亲曾经做过什么,也不能否认他的存在。 因为这句话,山田决定将父亲的骨灰带回来。 他来到当地的社会福利科,听工作人员说起父亲离世时的状况。 他们已经为父亲做过尸检,确认是正常死亡,就帮忙火化了。 骨灰存放出的架子上,放满了无人领取的骨灰。 让山田有些震惊,这些骨灰会在这里存放一年的时间,如果一年内没有人来领取的话,就会被葬到公共墓地里去。 有很多人连身份都无法确认。 父亲的骨灰被找了出来,火化后侯杰竟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。 工作人员感慨,他生前一定是个很好的人。 山田将父亲的骨灰带回了家,从房间出来的时候,一个婆婆叫住了他,叮嘱他给旁边的孔雀草浇水。 孔雀草有了充足的水分就会开花,花点功夫总能浇灌出美丽的花朵,放人不管就会变成杂草。 万事万物都是这个道理。 他听得有些莫名其妙,转身离开,将房租交给了正在家里做饭的阿南。 对于阿南来说,按时交房租的租客简直太少见了。 所以阿南给了他一颗糖当作奖励。 他把糖塞进嘴里,将糖纸折成签纸盒,放在父亲的骨灰盒旁边。 刚做好午饭,岛田就闻着味道过来了,说饭要人多一起吃才有味道,丝毫不客气地拿着碗盛起饭来。 虽然配菜只有咸鱼酱和岛田做的烟菜,但两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 闲聊之时,山田问起了阿南的丈夫,为何总是只见阿南和他的女儿, 却从来没有见他丈夫露过面。 岛田以为山田打起了阿南的主意,劝他赶紧打消这个念头。 因为阿南很爱他的丈夫,虽然他的丈夫已经去世了,大概在五年前因为癌症去世的。 丈夫离世后,阿南选择自己一个人带孩子,到现在都没有在家,想必还爱着死去的丈夫。 话题突然转到了山田父亲身上,岛田问他父亲是个怎样的人,他对父亲没有任何了解,但觉得父亲一定不是什么好人,人都没了还给别人添麻烦。 和父亲的骨灰共处的第一晚,山田怎么也睡不着,就连平时最有效的治疗失眠的方式也没用了。 他起身将装着父亲遗物的袋子打开,里面有一部手机,手机打开后显示父亲经常给同一个号码打电话。 他来到公共电话厅拨了那个号码,找了很久,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,这里是生命热线,对方询问来电话的原因,他一直沉默,随后挂断电话。 次日在工作的时候,他一直在想电话的事情,父亲一直打生命热线到底是因为什么? 另一边,厂长还在给他们打鸡血,再坚持一下,一天就过去了,然后是明年,五年后,十年后,他听不下去,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? 厂长很坚定地告诉他,这其中的意义只有他做了十年后才会明白。 回家的路上,碰到了购物回来的阿南,阿南便停下车子,请他吃雪糕。 阿南的心情不好,只是因为刚刚碰见了一个孕妇,他看不了孕妇,总想上去踢一脚。 他不知道这种邪恶的想法来源于什么,但当时他的想法就是,那到底是个人还是动物? 虽然他并没有踢出那一脚,但还是觉得自己很恐怖。 现在把这些事情毫无顾虑地说出来,心情舒畅了许多。 也不管山田想要开口说什么,就骑上自行车回家了。 山田回到家,信箱里多了一张墓碑的传单,那是对面的沟口父子放的。 还没等他开口,沟口便开始推销,没有人可以永生,未雨绸缪,提前准备便可高枕无忧。 山田觉得莫名其妙,他可从未说过自己要买墓碑。 做好饭,岛田又跑了过来,简直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 岛田提醒他,四九以后一定要将父亲骨灰好好供上,最好还是让父亲入土也好。 当天晚上,他还是睡不着,挣扎许久过后愤怒地起身,将父亲的骨灰取了出来,准备倒进马桶冲走,但最后时刻还是冷静了下来。 不能到马桶里,到河里总可以了吧。 于是他拿着骨灰弹出了门,正准备将骨灰倒进河里,背后突然多了一个人。 他转身一看竟然是小颜,第二天这件事就传进了岛田的耳朵里。 岛田提醒他,这是犯罪,要不是小颜拦下,他就要坐牢了。 说着岛田闻到一阵香味,跟着香味来到钩子父子家,发现两人正在吃寿喜烧。 静止走到桌前坐了下来,还不忘叮嘱山田去拿碗和鸡蛋。 或许是和岛田在一起待久了,山田脸皮也变厚了,不客气地吃了起来。 嫩嫩的牛肉裹上滑滑的蛋液,简直美味极了。 岛田觉得很奇怪,父子两人半年都没有交房租了,怎么会有闲钱吃寿喜烧? 原来他们今天卖出了一块高级墓碑,买家就是山上宅院里的女主人,买给家里的小狗用的。 听到这里,山田和岛田都沉默了。 他们连肉都吃不起,别人竟然肯花200万日元为狗买墓碑,这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参差啊。 阿南也闻着香味找了过来,随后吩咐女儿夹带去拿碗和鸡蛋。 几人围坐在一起吃得很热闹。 山田说起之前见到的婆婆,根据她的描述,几人断定那是刚本婆婆。 但刚本婆婆已经去世很久了,去世前是开美容店的,在虚渝公寓住了几十年。 姐还开玩笑说,如果山田再看到刚本婆婆,一定叫她们也去看看。 受喜烧没有办法天天吃,享受过后还是要回归吃黄瓜的生活。 一只蚊子趴在山田的胳膊上,正在品尝美味,被山田一巴掌打死。 岛田看到后说,自己从来不杀昆虫,尤其是蜘蛛。 因为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,每到刮风的时候,就会给她讲过一个关于蜘蛛丝的故事。 坠入地狱的人们都会顺着蜘蛛丝去天国,但走着走着,蜘蛛丝就断了。 后来再听到风声,就只剩地狱的恐怖声音了。 她的父亲在她十岁那年去世,她还有过一个孩子,也离开了人世。 山田听到这些很是震惊,还没来得及问原因,就被岛田打断了。 山田没有追问,毕竟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。 茄子和辣椒又有很多已经成熟,再不摘就会烂在地里。 岛田和山田干了半晌,热得不行,便去小岩所在的寺庙喝茶乘凉。 喝着凉茶,听着蝉鸣很有意境,像是听到他们内心的呼喊。 天空突然下起一阵大雨,岛田激动地冲进大雨里。 那天晚上,三人一起去了酒馆。 岛田喝醉了,大哭起来,嘴里一直说着对不起。 小岩上前安慰她,将她背回了家。 她心里的苦,只有小岩知道。 隔天,山田做好了饭菜,岛田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来蹭饭。 叫了几声,也没人答应。 吃完饭,她看到岛田在厨地,便上前帮忙。 岛田犹豫很久,还是开了口。 说自己听说了山田有前科的事情。 山田没有否认,她确实坐过牢,因为骗了别人的钱。 她有一种秘密被人拆穿的羞愤,转身离开。 工作时,看着鱿鱼被割下的一个个眼睛,脑袋一阵眩晕。 她出门透气,厂长也跟了过来。 没等厂长开口,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 人生一塌糊涂,真的会遗传吗? 女人人品差,父亲不着调。 所以她的人生才会有缺陷。 厂长鼓励她坚持下去,如果现在放弃了,就要回到原点了。 以后都会活在迷茫之中。 她再一次打通生命热线。 接线员告诉她,不少人会从这里探索生存的意义。 比如家里的猫离世了,要不要埋在院子里? 死去的人,灵魂都去了哪里? 山田也想知道后面这个问题的答案。 接线员给山田讲了一个故事。 小时候她总是会看到在空中游泳的鲸鱼。 她看着那些鲸鱼越游越远,消失在天边。 起初觉得很神奇,后来便确信那是死去的人的灵魂。 山田不自觉看向天边,没有鲸鱼,只有一层层的云彩。 晚上她正看着天花板发呆,地板突然震动起来。 一阵惊慌过后,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。 父亲的骨灰掉在了地上,弹子摔坏,骨灰散落一地。 她找了一个装咸鱼酱的弹子,先凑合着。 她去找了弗利科的工作人员,想知道父亲到底是不是自杀。 对方也不太清楚,但不排除这样的可能。 工作人员带她去了父亲生前的公寓。 公寓干净整洁,说明再好好地生活。 桌子上还放着没有喝完的牛奶。 她这才知道,原来洗完澡喝牛奶的爱好是随了父亲啊。 阿南带着女儿去看望埋在森林里的丈夫,回去的路上伺机搭话。 树葬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,这种方式是未借活着的人。 她的妻子也去世了,她将妻子的骨灰磨成粉末,做成烟花,帮妻子实现了飞入夜空的愿望。 那是一种没办法描述的幸福感。 回到家,看着丈夫下葬前留下的一些骨灰,阿南心中的痛苦还是和之前一样丝毫未见。 但她知道,自己是时候告别过去了。 家带才刚将自己的小金鱼拿给父亲看过后,金鱼就死了。 山田上前安慰,沟口父子也赶了过来。 几人将小金鱼带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安葬,还立了一个小小的墨碑。 沟口问他们能不能看到会飞的金鱼? 她有一个朋友看到过,起初那个朋友只觉得奇怪,后来才确定那是人的魂魄。 山田证了一下,原来那个接线员是沟口的朋友啊。 这个世界真不是一般的小。 他们爬到山坡上,没看到金鱼只看到一只会飞的大鱿鱼。 时隔几天,岛田再次来到山田的房间,郑重地跟山田道歉,表明自己没有介意,毕竟谁都有不能说的过去。 他一个人生活了那么多年,只想在自己死了之后,有个人能怀念他,而那个人也只有山田了。 听到了山田在浴室的回应,他这才放心,开始吃饭。 将咸鱼酱的坛子打开才发现里面是骨灰,吓得他大叫起来。 山田听到后哈哈大笑,晚上外边下起了暴风雨,所有人都忙着出去收东西,只有岛田躲在山田家里,不敢听外面的声音,甚至还直接睡到了山田那里。 整个晚上就紧紧地抱着山田的腿,山田忍俊不禁,一个大男人竟然怕风声和打雷。 暴风雨过后,外边一片狼藉,好在所有人都平安无事。 山田将父亲的骨灰拿到外面磨成粉末,阿田走过来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 山田坦白,自己曾经犯过错,高中时风流的母亲就因为嫌他是累赘,给了他一些钱就离开了他。 后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 为了养活自己,他出去打工,结果年少无知被人骗了,进了监狱。 他进去之后竟然松了口气,至少自己不会再挨饿了。 出狱之后就来到了这里,好不容易安定下来,旁边还住了个脸皮很厚的人,总是随意地跑开洗澡蹭饭。 但也是因为那个人的出现,让他成为了一个开朗爱笑的人。 之前的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获得快乐和幸福。 他第一次发泄出心中的情绪,放声大哭。 阿南也被他这个样子吓到,一直手足无措地安慰他,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幸福。 在阿南的建议下,他决定为父亲办一场葬礼,还请来了小妍为父亲诵经。 几人组成一个简单的送行队伍,将父亲的骨灰随风洒入田野和河流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,他们住在河边,是城市的边缘地带,也是社会的边缘。 但如此边缘的人们也会在生活中慢慢产生连结,得以抵抗风雨,面对生死。 正如岛田说过的,一无所有时可以带来好运,那当生活一决不振时,每个虚余的幸福都能直抵人心。 没有一个答案适用于漫长的一生,我们在虚余中过活寻找答案,但没有永恒的答案,而所能做的是珍惜那些简单的时刻。 放过痛苦,就是放过自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